好 注意關心金華城案最新的進展 柯文哲身邊兩個關鍵人物 朱雅虎跟李文宗 因為涉嫌行賄跟收賄 就在昨天晚上被裁定收押禁見 李文宗他在被述問的時候否認收賄 可是呢 因為他還有很多疑點需要釐清 被認定恐怕也會有串重之約 才被羈押 另外一個人朱雅虎 他其實訓問之後呢 是有坦誠犯刑的 可是一樣 還有案情需要調查了解 所以也被羈押 那在這一波的約談對象當中 還有一個人備受關注 就是審券時文造基金會的前秘書長 也就是主播童中白 他也列為被告知乎被請回 主要現在要繼續來追查這個基金會 是不是就是洗錢管道 凌晨十二點多 開往看守所的末班車 準備正式啟動 不過要載的卻是熟面孔 第一位穿著白外套的 是前柯文哲進辦財務長李文宗 最後一位綁著護腰的 則是前頂月開發董座朱雅虎 因為兩人在二十八號晚間 雙雙被裁定 羈押禁見 律師會覺得其實朱雅虎是無辜的 律師臉色凝重 因為檢方這回再度祭出限制月券 晚間六點五十分 羈押亭登場後 李文宗停訓兩小時 朱雅虎一小時 直到九點四十五分才結束 最後卻換來兩個羈押 北院也給出最新採押理由 認為李文宗就算否認犯罪 但犯罪事實還有疑點要釐清 也不排除和他有厲害關係的潛在共犯 但目前還沒到岸有勾串逃亡之餘 朱雅虎部分庭上已經坦誠行賄 但因為多數家人都住國外 甚至已經制產 讓他具有潛逃出國的生活能力與動機 另外和沈慶欽之間 也有許多犯罪疑點要釐清 同樣也有勾串逃亡之餘 如今積壓人數再加二 扣除應小薇在女子看守所 包含柯文哲 沈慶欽等人 有六名被告都住進台北看守所 放風時間 吃飯時間 又該如何避免彼此串供 案情不相同 我們分配在不同設方 那作息也是一樣 都會在不同時間 安排他們的相關的活動 擠壓中被告日子難熬 但還在外頭的恐怕也在劫難逃 像是前主播佟中白 這回也被檢方盯上 因為曾經擔任沈慶欽附興成立的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被檢聯懷疑和金華成案有關 不排除是審刑金的洗錢管道之一 現在也被列為被告 隨著案情逐步收網 隨為金華成操盤很快揭曉 三日線王權有桃 快報導 這一次李文宗被羈押 他跟柯文哲大家都知道 交情非常深 兩個人其實是高中同學 已經認識五十年了 在先前他雖然沒有任何的市政經歷 可是他直接被請來 擔任了市長辦公室主任 那也可能就是因為 跟柯文哲的交情非常的好 傳出過去就曾經施壓 時任獨法局長林忠明 更改大巨蛋的都審紀錄 還曾經在會議當中 對他大聲咆哮 好那之後呢 還傳出擔任北傑董事長 還砸了兩百多萬去改建員工宿舍 把宿舍變成了自己的豪宅 現在因為金華成案被羈押 過去黑歷史都被翻出來 柯文哲市府任內市長辦公室主任 李文宗因金華成弊案遭收押禁見 李文宗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學 兩人有五十年的交情 大帳房李文宗是柯文哲 最信任的人 卻也不斷爆出爭議 除了大選時擔任 晉總財務長爆出假帳風暴外 他也被前都發局長林忠明點名 擔任市長辦公室主任時 公然施壓大巨蛋審查 另外李文宗在二零二一年 擔任北捷董事長時 當時也被議員爆料 把臺北捷運北投會館 花上百萬裝修當成豪華官邸 本應該自費使用 但李文宗水電費用全都是公帑支出 納稅人買單 形同寄生北捷 李文宗在幫柯文哲 扮演這個中間居州協調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呢 其實在政商關係裡面 其實他琢磨是最深的 大家也會透過李文宗 來敲一些事情 不是柯文哲放任 李文宗怎麼敢去咆哮局處首長呢 現在又涉入了金華城 我覺得柯文哲不用撇得一乾二淨 議員直言李文宗屢爆爭議 柯文哲不可能不知情 李文宗招擠壓 金華城案簽涉多聲 是否在網上延燒 就讓檢調司法持續釐清 三連生活航班 這次針對金華城案的金流 簡聯發動搜索約談 結果這一波約談名單裡面 被發現了這些人呢 都有捐三十萬政治獻金給民眾黨 還有很多你仔細看喔 都是威京旗下的員工 那時間點也蠻敏感的 都是在二零二零年的三月二十四號 到二十七號的這段時間 對比一下時間喔 有議員說了 這怎麼剛好跟柯文哲 印小微第一次便當會 三月十號之後 接下來三月十七號 金華城送了陳情給市長 三月二十三號 都發局你好回應公文之後 到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就開始陸陸續續 有非常多的錢都匯進去 那還被爆出來喔 當時這個都發局長黃錦茂 還把發文日期改到三月二十七號 不就是在捐款的這一段時間 發生了這件事嗎 所以北市議員簡舒培就說 這根本就是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二十七號遭檢調約談 魏京集團八名成員列為被告 四長貓更發現當中七人 包含前主播佟中白 魏京集團法務經理陳俊源 金華城監察人張志成等人 曾以個人名義分別捐款三十萬 給民眾等捐款時間都集中在二零二零年 三月二十四到二十六號 簡舒培就抓出時間點有鬼 魏京集團一面匯款捐款給民眾黨的時候 柯文哲一面指示都發局把他們的陳情書 送到都委會去辦理 一面發公文一面收錢 回推時間軸二零二零年三月十號 印小微便當會十七號金華城送陳情書 二十號柯文哲交辦都發局 處理金華城陳情書 二十四到二十六號 魏京集團七個人共捐兩百一十萬的政治獻金 給民眾黨 但同天下午五點零五分 時任都發局長黃錦茂 就核定回覆金華城的公文 提到奉交下 本府將提送都委會審議 簡舒培質疑分明就是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簡舒培議員刻意將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跟都發局發公文的時間做惡意的連結 難道是想配合側翼網軍 羅織入罪 民眾黨回籍惡意連結 只是時間點太剛好 律師也點出這可能成為 柯文哲貪污收賄罪的對價金流 檢察官要調查違背職務收賄罪 這個最輕十年的這個刑期 那麼透過這一筆 這一筆筆三十萬的政治獻金 他代表金流找到了 這就是貪污對價的高度可能性 檢調偵辦金華城案 證據逐一浮上檯面 三選環省許選台北裁縫報導 好 現在朱雅虎被羈押了 那北市議員洪建議呢 他之前就曾經質疑了民眾黨的前立委 蔡壁如跟朱雅虎是有一起涉案 還記得嗎 他先前曾經就透露了 就是手寫給這個 朱雅虎手寫給蔡姐的信 當時洪建議說這個蔡姐的就是蔡壁如 甚至後來還披露了他其實有手遇 好 對此 蔡壁如就強調說 這件事情都跟他沒有關係 他說我二零一九年就離開台北市政府了 這明明就是二零二零年的事 還說這件事情不只與我無關 我現在要對洪建議提告 當時洪建議得知消息的時候就說了 可不要到最後變成狼來了 洪建議的這種胡亂指責 已經提告了 會告到底 出面喊要告到底 會這麼不滿 就是因為民進黨議員洪建議日前曬出 前北市兵役局長朱雅虎 在2017年寫給蔡姐有關金華城的陳情信 質疑蔡壁如和朱雅虎一同涉入金華城弊案 蔡壁如列時間軸自清 強調金華城案與他無關 但寫信給他的朱雅虎 28號晚間已經被收押 身回金華城弊案的關鍵人物 朱雅虎還是柯文哲的愛將 前兩次約談都被請回離開 但這一次遭羈押禁見 恐怕簡連在張握市政上有了大進展 如果假設你說的朱雅虎認罪確定的話 那我相信的一官一官的相干人等 大家都割愛蛋 蔡姐有告我 蔡姐這才是我認識的寫地址 你告我我到目前也沒有得到任何的訊息 但怕人的 怕人的法救人 那這種戲碼其實在政治界常常會發生 洪建議蔡壁如持續隔空互嗆 隨著金華城弊案風暴越演越烈 兩人之爭也將佔到法院 3D新聞 桑林君台北從報導